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质上是独立的 但实际操作的时候 这三个是互相含舍的 信心影响愿力 愿力也影响信心 信 愿 行都互相影响 所以单靠信心 而不强调发愿跟持明 其实这个信心会打问号 你到底信心是真信 或者只是养信 这个都值得怀疑 你说你不发愿 你相信 什么叫信心 简单的定义 印光大师说 信心就是 第一个你相信娑婆是苦 极乐是乐 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有救把你的能力 这是两个信心 相信娑婆是苦 极乐是乐 而且阿弥陀佛能够救把你 但是你是不是真实的发愿要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其实这个发愿也很重要 还有持明 偶一大师说 一个人不持明 你说你信心具足 这个很值得怀疑 你说你很想往生 你也相信你可以往生 但是你平常的时间 你不持明就用来打妄想 然后你说你信愿具足 这真的值得怀疑 一个人没有持明 而说信愿具足 你可以持得少一点 你尽你的力量 把时间拨出来 持明 但是你有时间 而不用来持明 你宁可用来打妄想 然后你说你信心具足 这个信心值得怀疑 所以本愿念佛 其实中国的祖师 现代很多的大德 也是抱存着质疑的态度 所以这个法门弄得好 就很好 但是你要错认祖师消息 可能到临命中的时候 你会高估了你的实力 这个法门 我们不要说好坏 就是说这个法门 如果你弘扬它的时候 某一个人听到 他觉得很欢喜 哎呀 原来往生净土 他也不要持明 也不要定刻 也不要艳离缩婆 反正缩婆世界我该怎么爱 照样再爱 也不要持戒 也不要修止观 只要信心具足就可以往生了 如果他错认消息 产生这样的想法 到临命中的时候 他会失望 所以说你弘扬佛法 你要小心 别人是不是会产生错认消息 就是你的理解跟他的理解会有不同 当然你要说 总持 这个信包括了戒定会 也包括了所有的信愿行 说你真实信心 你绝对会持戒 你真实信心 一定会修忍辱 真实信心 一定会修禅定 修智慧 那就不同了 那你是元修 举一法而统设一切法 那这样子对你来说是可以的 如果对方产生错认消息 认为单一的信心就可以往生 那你可能会使令他误判局势 到时候他不往生 是你误导他 所以 我觉得 除非这个人根气很利 要不然你最好是再讲多一点 讲多一点 就是信 愿 持明 而且这个还不够 有正行 还有助行 因为你只有信 愿 持明的正念 你心中有正念 你要不持戒 前面充满了石头 你这部车开得很快 前面很多的障碍 你也不见得跳得过去 你要修习所有的善业 广修福德资良 断除罪业 这样你这个车子 在高速公路上 还开得比较顺畅一点 所以 如果你弘扬净土法门 单单只靠信心 我觉得会有危险 这一段大家再体会一下 让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